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Hk,繼續有我Leo和大家玩這隻Pokemon的劍盾 上集我們打贏了道館館主,接著我們要去餐廳 忘記是鐵板燒還是什麼 是不是這間呢? 要逐間找,不知道哪間是 這間又不像,像酒店 這間餐廳在哪裡? 其實我們沒有浸溫泉 這裡是一個溫泉 不可以下去,沒辦法下去呢? 真的靠... 這些兵屬性的招式 我們要浸溫泉了,有沒有? 是英雄拿來治療嗎? 這是英雄之泉 但是不讓人浸泉 英雄之泉,但是不讓人浸泉 龍屬性最強的招式,人稱流星群 可以讓我的小靖學這一招? 好像... 是不是沒有呢? 有啊 多龍屬性最強的招式,還有沒有呢? 這隻不用了,當然讓多龍屬性最強的招式 不要死前難打 搞定 但是一旦用的話 自己的特攻就會大大降低 就是越用得多,攻擊力就越低 但是起碼都叫賀祖星 唉,打算浸溫泉,怎麼沒可以浸呢? 這邊可能也是... 酒店來的 這些? 不是啊,這些像民居 似乎是這間 不過看起來比較像,漢堡包店 都蠻隱蔽 還有一些線索都沒有 有什麼看? 有什麼特別啊? 有什麼特別啊? 一幅畫來的 但好像被人燒過的痕跡 第五張海報,很漂亮的圖片 我們先說一下第五張 兩位英雄看起來都很傷心,劍銅盾在哪裡? 封印了 封印了 與其說封印,不如說在哪裏沉睡 就是兩隻的小精靈 一隻劍,一隻盾 會不會就是劍或者盾,那隻是劍來的 因為我們現在玩劍的版本,所以就會顯示劍的那隻出來 如果是盾的版本的話,在那個時刻就會顯示盾的那隻出來 想聽更多,已經說完了,有什麼要說呢? 遇到你小精靈,然後起霧,然後走了,然後我們暈倒了 是不是你請? 你有沒有好像會長那樣 一走了,不賣單 一走了 英雄之泉 剛才不是看過嗎?都不讓人浸泡 騙過人的溫泉 不讓人浸泡 溫泉都是浸泡的嘛,都是看的 古代那時候就是這兩個英雄在這裡療傷的 但是現在這個溫泉只是適合被小精靈浸泡 奇怪了,傳說中的小精靈,不是,傳說是神經病 傳說中的英雄在這裡療傷又是什麼一回事,那就是說 是 兩隻小精靈在這裡療傷,那麼簡單 你們兩個會成為英雄 是我而已 我旁邊的一個一定不會 他要拿盾的英雄 我想問一下,因為我是玩劍的版本,我知道有網友是玩盾的版本 那如果玩盾的網友的版本,我想知道這裡 他說的會不會就是 他要拿劍的英雄,我想知道會不會這裡有分別 如果知道的網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他會不會有分別 神經病,無緣無故要打一場,你是不是傻了 咖哩飯? 你不是吃鐵板燒嗎?為什麼沒得吃咖哩飯 你不是吃鐵板燒嗎? 未來冠軍的表演 都算他有點水準,知道我是未來的冠軍 但很好笑,無緣無故要打一場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說要打 又說什麼廢話? 落金冰箱很痛 用這一招回家 那我就去換小型了 換他的王牌 越看越像奧運的 公仔 很痛,被冰打 我選擇是否選擇這樣的地方 射身撞擊 射身撞擊 雖然會扣血,但是很痛 這招很厲害 但是如果是給大鋼蛇用的就好 就不會扣血,因為本身夠硬 很痛 很痛 又能打到 出去吧,比卡超 我要吃熟的海膽 說笑一下,我自己真人是喜歡吃山海膽的 打雷 避雷針 不行,他有一支避雷針都避免我的電池 看來真的要吃熟的海膽,沒辦法 碰到你 燒死你 說說熟的海膽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有沒有網友試過呢 試過 告訴我是什麼味道 我就不捨得這樣去試 一版買回來也挺貴的 200多元又不是太多 卡比獸 好像沒有什麼格鬥屬性的招式 有卡比獸對卡比獸 重量級對重量級 來了 打他 爽 你送我的這一招不錯 我才很想看看兩隻卡比獸賽跑會如何 或者兩隻卡比獸鬥大食 我覺得應該都非常棒 打死他,賺一點點 再來一招 經過回血 真的回血 猜到這些壞東西 再來 打 像投石機一樣 但投石機是投出去的 不是,直接打下去 已經打他 經過訓練之後 現在打得很輕鬆 變成 他很廢又幫不到我升任何等級 又來大猩猩 永遠的黑星 來了 烈焰龍鑽射球 超級殺人3都要拜拜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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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這些兵打打打打打打打死我 好快 火屬真的好用,能夠欺負到這麼多東西 降熟 火屬性招式 再來烈焰龍鑽射球 打不中 還要出軌射嚇我 出到 好快 好快 再見 好快 再挑戰道館 向九號公路進發 我們現在要去 怎麼這麼擔心 回去甘甜就可以了 好快 小禎靈 我還以為 他打之前會幫我治療 打完之後又會幫我治療 搞到我現在又要自己狠狠走到小禎中心 好,現在我就要穿過九號公路 來到這個尖釘陣 不知道打什麼呢 九號公路的隧道 之前就 這個位置搖了 就給加勒爾形態的火箭兵團大佬 好了 又要前往九號公路了 看看這邊過去的 冰天雪地 究竟這裡有什麼在等我們呢 為什麼在這裡釣魚 這個 精靈靠 這些是無殼海牛的進發形態 這些多很多新的小禎靈 這邊 又有了,Hello 不知道這條公路長不長 會不會像之前一樣 之前那個 路鏈那麼長 這裡走不到 浮兵 做什麼 又有了,你們欺騷精靈 要阻止人過去 又是這個 上次給我們單車的那個人 在水上面走 你來得剛剛好 打敗他們 就當是你送單車給我們 又送單車 這麼便宜的單車 打吧 又要打兩次 不要這樣 二對二一次過來 我最多派兩隻 直衝熊 真的很討厭 這個天氣效果 打開 好像正義鐵錘 不過這招鐵錘 就 扣血 又是 作用力 反作用力 那些 勁啊勁啊勁啊 又是自己扣血 所以都不能用太多 而且 打這些 用兩用 就要回 小禎中心補血 來了 神鳥特攻 這招又是扣自己的血 也是挺痛的 有些招式全部都扣自己的血 下一個了 是不是應該還有一個肥仔 會被騎上去 先搶了他 挑戰者再見 這樣也可以 他走得這麼慢 我來不是追不到嗎 對呀快 現在可以在水上面走 走 我今天走不到 單斜 就直接走 這隻 是什麼 這隻 挺有趣的 八爪武士 50級 扣血 我現在是捉到50級的小禎 已經 我扒 扒他的臉 行 我要盡快捉到他 否則我這隻小禎都不斷扣血 去吧 一隻小禎都不斷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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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有試過 一隻小禎都不斷扣血 就捉到小禎 格鬥屬性 但他在水上面 你不要跟我說這隻可以下地 對,這隻可以下地 對,這隻可以下地 這隻可以下地 應該走到這裡 很多水屬性精靈 活力快 對面有沒有東西拿呢 看看對面有沒有東西拿 大珍珠 丸子珍珠 曾經有人說要的 不過應該已經過了時間 這裡 其實這條路是否正確的呢 我們先回到剛才那邊 看看剛才那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因為有路一定有些特別的東西 最多可能是有些 聖球拿一下 但也去看一看 可能兩條路都可以 有時候也不奇怪 有時候有些是兩條路都可以走 去到世界盡頭的感覺 有些人 在水上面都可以看到 怎麼搞的 幸好也不難打 一隻小精靈 但這裡真的沒有東西 有了 有兩個 甜水球 容易捉到生活在水世界的小精靈 先打你 這是雙打 不是 不是 我的秘密海灘感覺如何 送一件好東西給我 技能學習器45 潛水 哦 集圍 單隻比卡超上來的那個招式 那一個藍的呢 沒有東西可以說 就是真的過來拿一個 技能學習器 這邊呢 通出去 我想都沒有了 上岸都可以 咦? 又通到這邊 不過可能在那邊有路下去 看一下 這裡就有個 咦?有東西拿 好 你好 怎樣 輸了的感覺如何 你也知道自己是小小的一群 對 世界上正常的人是比較多 不正常的人是比較少 應該是這邊下去吧 不是 可能這裡還有路 咦?原來這裡還有路 先打你 我剛剛以為那裡已經是可以直接上陸地 衝過去 這裡又沒有 咦? 喜歡沉沖的東西 那些格鬥小禎可能就喜歡 沒有 沒有啊 我以為那邊的攤子可以去到 原來又不行 就是要繼續 向下走 喂 你怎麼追著我呢 傻的 咦?這裡可以上岸 但是旁邊呢 都只能吃一個攤子 打完你了 看到也覺得冷 還要穿3.5色 她不怕冷嗎? 要漂亮不要命 看某些女性 是完全可以看到這個成語出來 那個成語叫山雞無鏡 形容要漂亮不要命 也是這樣解釋的 又在這裡跟大家說說成語動畫狼的時間 山雞無鏡故事是怎樣的呢? 就是說有一隻山雞 很喜歡跳舞 有一天就放了一塊鏡在他面前 看到鏡子裡面的自己 覺得很漂亮 不斷在跳舞 越跳就覺得越漂亮 越給鏡子裡面的自己吸引 然後跳跳跳跳跳跳 跳死了 這是俗語 就是我們所說的要漂亮不要命 成語來說就是山雞無鏡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成語動畫狼 紅媽博士和YY 說到山雞無鏡 又有另一種山雞 很白癡 我喜歡自拍 然後把自己的犯罪證據 放在網上公諸於世 這種山雞也是笨 現在拍照和拍片 其實真的很容易 拿著電話就可以了 但大家記住不要這麼傻 終於可以回到岸了 腳踏實地比較安全 感覺比較好 Hello 什麼來的呢? 大珍珠 這裡大豐收 全部的東西都賣錢 終於來到九號公路的盡頭 看看地圖先和大家 我們差不多到了 接著我們要走右邊 不過左邊有正銀球 讓我拿去 什麼來的? 看到弱點 更加容易擊中要害 還好 這個簡直是 好像在唱歌 但我們要走這邊 咦? 這裏是舊廢墟 不能進去嗎? 那要如何挑戰樂系的導管管主 咦? 咦? 是瑪莉 什麼事? 咦? 咦? 喂? 瑪莉你說叫我 為什麼自己是失蹤? 為什麼? 這裡的秘密通道 我先拿這邊 這裡有個閃閃閃 好了 究竟瑪莉找我什麼事? 他在這個城鎮大 知道這裡是一條小路 如果想進城 可以大路 那就可以了 咦? 不過你是我敬地 要打贏他才說 咦? 等等 等等 我的小精靈好像 有點不太滿血 金剛還要中毒鐵 等等 好,可以打 可以打 可以 快打 喂 又來? 為什麼跟他打倒後面 好像冰團都在打氣 背負著很多東西 不要在打敗 對,我們支持他 他是火箭兵團的成員 或者是有狠狠的人 卡點 算了 扣血都要這樣說 可以打 打完應該就可以入城鎮 所以這個時候 用一些扣血的招式都不怕 先解決一隻 其實很喜歡這件事 他或者我的朋友 他們的小精靈 永遠都沒有6隻 只有5隻 由第一關打到現在都沒有6隻小精靈 很可愛 不知為什麼 不放6隻在身上 正常來說應該超過6隻 但是他們不放在身上 就是不放6隻 5隻或者4隻 不知道我們怎麼想 這個只有4隻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來吧 烈焰龍卷射球 不良娃進發形態 這個很搞笑 想起不良娃就想起不良娃的聲音 不良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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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我最愛的一個配音員 就是配音員 來吧 來吧 撲住來打 神妖特攻 全部拿出扣血的招式 確保一下再見他們 拿卡比獸玩一下 卡比獸玩一下 真的很喜歡卡比獸 不要說太多廢話 快點派小精靈出來 來了 可以 打算極巨花嗎 我打算極巨花嗎 我打算極巨花 十萬馬力一下就完成 我打算極巨花 是我不適合的 我撲住屬性來打 終於贏了 快點進城吧 一起集齊8個勝仗 終於進城了 原來這個城鎮要走後門 不走後門是進不了 裡面這麼爛 真是殘缺不堪 不要理會了 小靖中三要選 已經很久沒有回血了 裡面全部都是這些人 這個城鎮 我什麼時候 這個城鎮全部都是頂尖訓練員 這個城鎮 幾經辛苦 終於進了城鎮 過五關斬六獎 而且這個城鎮 還要是兜後門才能進到 你不兜後門是進不了 都挺搞笑 好,今集就玩到這裡 喜歡給我按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 下集再繼續和大家玩 玩這隻Pokemon的劍盾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